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3号,新的一周,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明镜火拍的主持人陈小平。 今天呢,我们请一个律师来谈华人社区的一个诈骗案。 这个呢,它的名字叫做比特币2.0版,实际上就指的是发生在被害人,受害人最多的地方是加州,有一万多人参与。 它这个实际上是珍珠币,但是他们自己内部传销的时候呢,把它比作比特币2.0版。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近有一些涨新的一些进展。 那么我们要请在加州的刘龙珠律师来给我们介绍。 请我们的导播,将刘律师请进来。 刘律师您好。 陈先生好。 我们有一阵子没做节目了。 这个,当然知道您一直参与一些重大案件的跟进和这个诉讼。 那么这个珍珠币呢,这个事情呢,原来我们已经采访过一次。 这个案子从2015年到现在啊,基本上是不断的有一些进展。 那么我最近看消息是说您呢,这个发布一些信息,说这个案子呢有一些新的进展。 那么就是受骗的一些啊,包括中国很多这个受害人可以申请索赔了。 那么能不能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到现在啊,最新的阶段是什么,什么回事。 好的,这个案子呢,最新的进展非常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新的进展是,现在受害人可以拿钱了。 有多少钱可以拿?有一亿四千万。 非常巨大的一笔金钱。 那虽然受害人呢,众多。 不但呢,洛杉矶至少有一万多人。 纽约受害人数也非常多,也是个重灾区。 这几天呢,纽约就不断的有人打电话到办公室来。 包括周末也是电话一个接一个。 说明纽约呢,纽约的受害人一定要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为什么?你看了之后,就知道什么拿钱。 就可以把你的血汗钱拿回来了。 下个周末你就带小孩去动物园玩了。 带小孩去买新衣服了。 带小孩去买新玩具了。 不但如此。 然后呢,这里面呢,这个珍宝币的受害人, 绝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群体。 什么样的人最有代表性? 孤寡老人、单亲妈妈。 这类人群最有代表性。 所以呢,这个最新进展是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 这里面呢,是这样。 这里面呢,两个大的官司。 一个是联邦政府起诉成立, 以及名下一些这些机构的官司。 那第二个官司呢,是以我代表受害人, 起诉除了成立他名下的公司之外, 其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他们就是中美政协的共同发起人。 比如说谁呢?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江坤。 之前我们Arcadia市的市长鄂志超。 Arcadia市呢,是在南加州, 一个很出名的华人聚集的城市。 这里面呢,以房价高出名。 那除了之外,还有杨梓华。 所以呢,这个联邦政府起诉成立的官司, 巨大的胜利。 实际上也表示说,我们起诉成立, 起诉江坤,起诉鄂志超, 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官司, 也一定会胜利。 所以呢,第一,一亿四千万只是第二波。 我们只是第一波。 那第二波呢,我们的诉讼的金额, 也数字绝对不会小。 好,这个谢谢刘律师, 这个给这个比特币2.0满的受害人, 带来好消息。 这个诉讼呢,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能不能回个头来把这个案子,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 我特别好奇的是, 为什么一个, 这么一个诈骗案, 会玩出一个华人社区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事件。 而且呢,它能够波及中国啊, 加州、纽约, 在中国很多地方也有啊。 所以说, 你能把这个案件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怎么回事? 好的,其实那个珍宝币传销案, 它的前身呢, 是美洲矿业。 美洲矿业呢, 之前呢,在中国产生的。 实际上呢, 它是在中国起源的。 然后呢, 它属于一个重大传销案。 然后在2014年左右呢, 然后呢, 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 那后来呢, 中国当局就大力打击。 这里面呢, 表示受害人数超过10万人。 那个这里面呢, 受骗金额超过8个亿。 那是2014年的, 非常保守的数字。 那遍布全中国, 各个省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不但如此呢, 这里面呢, 就是说骨干分子, 后来呢, 畏罪潜逃, 逃到泰国。 结果呢, 中国警方呢, 在泰国警方的配合下, 跨国追捕, 把20几个骨干分子, 从泰国押解回中国。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它来头呢, 是由中国引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些人呢, 相关人士, 都是专业选手, 都是老司机。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来诈骗。 不但诈骗, 它这里面的特点呢, 是大规模的非法传销, 其实本质就是诈骗。 它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 它的起源呢, 它说珍宝币啊, 它是一个虚拟货币,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它呢, 属于世界的新方向, 属于刚才那个陈先生, 您提到了, 属于比特币2.0。 人家觉得说, 比特币是个创新, 那么珍宝币2.0, 它是创新里面的创新, 更了不起, 对吧? 最重要这里面,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呢? 就因为这种说法, 得到了, 譬如二字昌, 之前KDS的前市长, 更重要的是, 得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一个相声演员江坤, 江坤的背书。 江坤呢, 他的背书, 他不是作为一个代言人, 不是说, 之前葛优也好, 成龙也好, 代言洗发水说, 这个洗发水, 不错, 我用, 你也应该用, 不是的, 他不是代言人, 他是共同发起人, 什么是共同发起人? 共同发起人, 就是老板, 就是这个东西, 我也有奋斗, 对吧? 我不但, 就我自己用, 并且我是共同发起人, 这个事情呢, 就好像打个比方, 什么意思? 就好像一个明星, 他不是帮人家代言洗发水, 他自己就是洗发水公司的老板, 说我天天用这个洗发水, 所以他这个诈骗的作用, 这个诈骗的功效是非常巨大的, 这里面呢, 大家听了之后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我觉得这里面是蛊惑人心, 诈骗的一个众筒系, 就是说呢, 拉姜坤, 来为这个产品背书, 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呢, 在于, 姜坤呢, 是不但在中国非常有名,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也非常有名, 他不但呢, 对于这种中老年, 实际上呢, 对于中老年的这种人群, 他呢, 非常有杀伤力, 实际上呢, 对于相对年轻的, 大家也非常熟悉, 换句话说, 姜坤是中国美国, 所以换句话说, 姜坤呢, 不但是中国美国, 并且老中心三代通知,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事情呢, 我呢, 有大概至少超过500个以上来咨询过我, 受害人, 这里面呢, 很多人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珍宝币, 这里面呢, 就很多人, 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我讲说, 我呢, 也不懂, 对吧, 我什么珍宝币比特币, 我也不懂, 我只是个做工的, 我只是个单亲妈妈, 我只是个护华老人, 我不懂这个币那个币, 我为什么要买, 因为我看到姜坤是共同发起人, 姜坤不但他, 他不是说他好, 他是共同发起人, 他是老板之一, 我买这个就是支持姜坤, 我买这个就是表达我对姜坤的乐爱, 对吧, 所以实际上, 姜坤在里面, 最最蛊惑人心, 最最害人不浅, 最大的害群之马就是姜坤, 这是了解姜坤的政协委员, 没有当上, 是不是跟这个事情有关联, 外界有很大猜测的空间, 之前呢, 为什么蛊惑人心, 就是他不但有名, 对吧, 中美两地, 老中青山淡,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姜坤的确之前是中国的政协委员, 对吧, 他弄了个中美政协, 就差一个字, 一个是中国政协, 变成中美政协, 人家觉得说, 姜坤既然是中国的政协委员, 他现在成了中美政协的共同发起人, 这个非常顺理成章, 看不出任何破绽,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呢, 至少大家广大受害群众, 可以心里放心的是, 姜坤再也不是政协委员, 因为什么, 如果之前不是政协委员, 那么我觉得可能破这么多的上当受骗, 人家想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政协委员, 对吧, 那么现在为什么中美政协, 觉得这个女头不对麻醉, 对不对, 那么现在中国政协到中美政协, 就非常的顺理成章, 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破绽, 这个打权式的, 对吧, 行云流水, 所以很多的我们的善良, 勤劳的这些中国, 中国在海外求生的这些民众, 就被他骗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个非常巨大的好消息, 然后提到呢, 这里面提到拿钱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你人不一定要在美国, 你在中国也是可以拿钱的, 在马来西亚, 在日本, 在泰国, 在新加坡, 都是可以来申请这笔钱的, 所以不限于在美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很多人在美国可能呢, 他还没有绿卡, 不是公民, 这个没关系, 跟你的移民身份, 没有任何顶点的关系, 你学生签证, 你访问学者, 你H1B, 你身份过期, 你根本就是, 没有身份进来的, 偷渡进来的, 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 完全, 都是可以去申请这笔钱的, 绝对不会因为申请这笔钱, 说,哎, 刘律师, 这个会不会是个圈套, 我呢, 是偷渡来的, 我呢, 还没有身份, 我上次以为赚钱, 我也投了五千块, 我现在去申请货币, 第二天移民局上门, 绝对不会, 这个大家放心, 这个事情呢, 跟移民, 移民局没有任何顶点的关系, 嗯, 这个, 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因为他跟比特币扯上了, 而且是号称是, 比特币的这个2.0版, 这个更高级一代, 这个, 参与的这个诈骗案的这些受害人呢, 都是一些低收入者, 啊, 岁数大的一些人, 和这个东西是一个, 虚拟货币, 通过数字加密的方式来玩的, 啊, 这些人怎么能参与这样一场游戏, 啊, 他们懂吗, 这是答案, 我不解的一个问题, 那我去玩, 我都, 我都不知道怎么玩, 嗯, 对, 这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珍宝币, 他根本就不是数字货币, 就换句话说, 这些人他自己都没弄清楚, 数字货币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比特币好了, 比特币, 他呢, 为什么会有价值, 至少呢, 从这个, 概念的层面来解释, 就是说他实际上是通过数字加密, 不断的衍生, 产生这么一个价值, 所以他跟这个, 价值后面, 是不是有个矿产, 比如说金矿银矿, 做为一个基础,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传统货币是这样, 传统货币呢, 一般说, 国家发行货币是看起来黄金储备, 你黄金储备多, 你才敢发行货币, 黄金储备少, 你不敢发行货币, 那么, 比特币的原理呢, 跟他完全不一样, 他跟传统货币完全不一样, 他是根据数字加密的方式, 来产生这个价值, 然后呢, 珍宝币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货币, 因为什么意思呢, 他一再宣传说,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个珍宝币, 因为我们在中南美洲, 有大量的琥珀矿, 中南美这个小国家, 70%的琥珀矿就是由我们控制, 对吧, 所以你放心, 我这个货币呢, 是非常有基础的, 然后同时他还宣称这个数字货币, 这个说法本身是自相矛盾, 你换句话说, 这帮骗子自己都没搞清楚, 就是数字货币什么东西, 也是这样, 对吧, 而且他这个回报非常高, 15%啊, 说实际, 他其实, 他跟你说, 他当时在洛杉矶的说法是, 你现在投资回报率三个月是64倍, 64倍, 不是64%, 是64倍, 换句话说, 你现在一块钱过来三个月变成64块, 所以这个东西呢, 对于尤其是低收入群点, 有非常大的蛊惑,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觉得说这是我一辈子, 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 对吧, 我也不可能成为姚明,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成为周杰伦, 那我也不可能, 这个一夜暴富, 你叫我去抢银行, 我也不敢抢,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人, 没有学历, 没有特别的能力, 也没有特别的胆识, 我在中餐馆后面洗碗, 洗得像狗一样, 每天洗三千个碗, 我一个月赚了900块, 对吧, 我现在这是我一生唯一可以发财的机会, 我赚了这个钱, 我可以呢, 孝敬父母, 我可以带我的小孩去买新玩具, 担心妈妈, 为了这个钱, 我的小孩觉得也可以接电大学, 对不对, 所以顾挂囊, 为了这个钱, 我可以养老,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但是呢, 在他们疑问的, 他们一般人都会想说, 哎,觉得, 这个这么好是真的吗, 是真的还是假的, 正在疑虑, 正在考虑的时候, 骗子登场, 谁登场了, 江昆, 俄志超, 还有奥巴马的表弟, 也在给他站台, 所谓奥巴马的表弟, 所谓奥巴马的表弟, 对吧, 所以登场了, 对不对, 人家一看, 江昆是共同发起人, 江昆是中国的政协委员, 他现在又成了中美政协的发起人, 江昆不会骗我的, 陈丽我不认识, 俄志超我也不认识, 杨子华我更不认识, 奥巴马的表弟我也不认识, 对吧, 我也不在乎他是表弟表哥, 但是我认识江昆, 对不对, 江昆的大头像在上面, 在这个宣传册, 发了几十万份, 几十万份, 对不对, 觉得说, 我看江昆, 看他像是说了二十年, 他不可能骗我的, Too young, Too sick, naive, naive被骗了, 对吧, 这个下个问题呢, 我想问就是这个案子呢, 是不是一个, 中美司法活作的一个常务, 你刚才说最初的, 在这个诈骗案的起源地, 是在中国, 后来, 发展到美国, 然后呢, 首先是中国的这个, 当局, 打击这个传销团伙, 然后呢, 最后到, 2014年是中国先打击的, 2015年的话, 美国的SEC, 就是政权交易委员会, 开始查封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这个跟中国那边, 和中美的司法合作, 有关系吗? 这个, 至少这个官司里面呢, 至少给我感觉, 关联不大, 这个官司里面关联不大, 但至少呢, 我们至少来说, 但是, 这两个官司里面, 我们作为受害人代表律师, 就是我自己本人, 我非常笼统地, 这样说, 跟司法部, 跟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跟FBI, 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 但是呢, 有一点呢, 要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中国警方跨境追捕, 重大传销团伙的, 这个关键人物, 到泰国抓回了二十几个人, 那么这些人呢, 其实, 就是跟陈立诈骗团伙, 他们本质都是一伙, 都是一路了, 就换句话说, 他们的, 中国警方前期的, 这个成功的, 打击, 行销, 犯罪的, 这些证据, 这些讯息, 这些资料, 那对于, 在美国做, 我们在美国操作, 不管从刑事的层面,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从刑事的层面, 还是我们从民事, 洗漱, 要钱的层面, 都有, 非常大的意义, 那这个案子, 现在看就是, 民事和刑事案件, 在齐头并进, S1, 这个S1C的呢, 它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 民事的一个案件, 对吧, 对, 嗯, 这个, 我看的是, 这个, 首次开庭是在2016年, 然后呢, 到了这个2017年, 啊, 医院啊, 这个, 非法传销罪成立, 主要是, 它的这个罪名是非法传销, 嗯, 然后那个, 成立面临刑事和民事制裁, 然后到2017年3月的时候呢, 加州法院啊, 啊, 这个中区法庭下达法庭令, 啊, 那么这个时候设计有一个判决了, 对不对啊, 嗯, 是的,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个, 到现在才可以去索赔, 这个过程, 你能给大家, 法律上的一些常识,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因为这个7000, 原来最初是一个7000多万,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多亿, 啊, 这些数字是怎么变换的, 你, 我也想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那这里面是几个, 几点呢, 第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官司呢, 它本身呢, 很复杂, 很复杂的几个层面, 那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说, 它这个人数众多, 受害人数众多, 那第二个呢, 就不但受害人数众多呢, 它实际上不是单纯一个, 美国洛杉矶的欺诈, 它也不是单纯美国的欺诈, 它也不单纯是, 华人社区的其他人, 它实际上呢, 是国际性, 不分地域, 中国, 美国, 马来西亚, 日本, 新加坡, 法国, 遍布全世界, 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分种族, 这里面有华人, 最多的华人, 包括菲律宾人, 黑人, 西班牙一一的, 墨西哥一一的, 各个种族, 它不但如此, 它这个作案手法, 这里面非常复杂, 各种钱的流向, 下面的名下有超过20个以上的公司, 各种钱转来转去, 有时候是现金, 有时候是支票, A公司到B公司, B公司到C公司, 各种转钱, 各种国际大洗钱,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操作方式非常复杂, 然后第四个呢, 我觉得可以说呢, 骗子非常讲话, 所以我觉得这四大特点, 地狱遍布全世界, 种族, 黑人白人, 老末西班牙一, 什么人都有, 然后操作方式非常复杂, 骗子有经验非常讲话, 所以从这四点来说, 那么呢, 所以这个官司呢, 实际上在这么这个时间内, 可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实际上并不是慢, 而是非常快的, 因为这里面取证各种搜查, 各种那个按各种这个数据分析, 当时呢, 这个陈立, 他在Arcadia总部被查杀的时候, 里面240台电脑, 全部都被都被FBI拿走, 然后呢, 全部进行数据还原分析, 然后240台电脑的数据进行对比, 核对, 查实, 所以呢, 这个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 在这短期内呢, 在这个可以, 第一, 查到这个金额, 第二的话呢, 可以要求联邦法官, 做出这样的判决, 这个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我要说一句, 谢谢我的客人, 这里面呢, 我们他们呢, 在这个两个官司里面, 我自己的官司, 还有在联邦政府SEC, 现在这个一亿四千万的官司里面, 起到了非常巨大的, 顶住各种压力, 非常了不起, 然后呢, 因为他们这个勇敢, 不怕风险, 为了正义, 然后觉得我被找麻烦, 以后我出什么风险, 那么我也认了, 这里面尤其提到呢, 包括我自己在内, 其他一些受害人, 之前呢, 有过死亡威胁, 对啊, 这个案子, 居然还有死亡威胁, 这个是, 是不是你让他们的这个, 你动了他们的奶酪? 嗯, 对, 是的, 但问题呢, 我觉得做我们这行呢, 至少做, 我觉得做这个律师至少, 尤其是我做这种很多重大的诈骗案件, 我觉得呢, 被威胁, 有风险, 那么呢, 这个本身, 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 嗯, 是这样, 对吧, 有句话, 既然怕热, 就不要进厨房, 是这样, 这个, 那么我现在, 嗯, 不但已经进厨房, 我在里面炒菜, 对吧, 一定要把菜炒完, 一般的这个诈骗案啊, 就是, 投资者啊, 这个, 财产一般的很快的就被蒸发了, 那么这个案件呢, 大家以前受害人最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 投去的钱, 会不会被这帮家伙消货, 消耗啊, 转移啊, 最后就是查物中继, 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索赔的一亿多亿这个钱, 从哪里来,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好, 这里面呢, 我觉得有最, 有现金的一部分, 那更大的一部分呢, 实际上是不动产, 之前呢, 联邦政府查封了很多的不动产, 那不动产加起来的话呢, 应该会有七千万左右, 加上现在呢, 增值, 房地产升值, 我觉得呢, 那其实应该更多这个数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一亿四千万里面的话呢, 绝大部分, 实际上呢, 受换人数都可以拿到, 这里面特别重要, 我提醒一下呢, 这里面呢, 就是说一个截止日期, 如果申领, 那么你说, 哎, 我投了一万块, 那么这个钱呢, 那个是不是这个一万块, 我什么时候拿都可以, 不是的, 你必须要在6月29号之前, 要来做申报这个动作, 我的建议不要等到6月29号, 越快越好, 现在是4月份, 我的想法就是说, 在5月底之前把它全部做掉, 完全不要等, 这里面不但如此呢, 这里面很多人会各种各样的疑问, 那比如说,哎, 我投的是现金, 是不是可以, 我没有证据, 是不是可以也去领这个钱, 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填一下,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投的是现金, 对吧, 当时交给谁了, 交给张灯, 交给李氏, 旁边有没有证人, 证人是王武, 王武, 譬如可以作为证人, 这个钱后来有没有给开个收据给你, 有开收据, 收据也贴上, 这里面就很大, 不但这个现金, 交了现金可不可以拿钱, 是个疑问之外,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贴上相关证据, 至少可以去申请, 能不能保证, 一定可以拿到, 不能保证, 但是你不申请, 一定拿不到, 你申请了, 还有一线申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人会说, 那么这个钱呢, 实际上呢, 钱交出去的是我, 但是呢, 投资的名义是我老婆的名义, 那么这样做法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有诈骗的嫌疑,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钱还最好不要去要, 可以的, 因为这种做法非常普遍, 那么钱送进去的是老公, 那么用的名义, 是老婆的名义,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也非常普遍是什么呢, 很多人说, 刘律师, 我投了五万块, 实际上分红, 分回来两万, 这个两万我可不可以不行,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我还可以把整个五万拿回来, 这个不行, 是不行, 为什么第一, 不行, 本身构成犯罪, 因为这里面呢, 你牵制的时候, 你呢, 要以做伪证的风险, 表示说你投进去五万, 拿回来是零的, 当然, 但你拿回来不是零的, 拿回来是两万,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构成欺证, 这要坐牢的, 这是很严重的犯罪, 不要这么做,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你这个第一, 这个是违法的, 第二的话呢, 这个也是不道德, 你自己也是成了骗子,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样想, 你投进去五万, 你拿回来两万, 然后呢, 你其实最多只能拿回来三万, 你如果说, 你再拿回来五万, 你那个之前拿的两万, 实际上是, 其他受害人的两万, 人间的钱也少,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如实说, 拿两万, 没关系, 但是你要先去说, 我投了五万, 拿回来两万, 其实呢, 我真正损失三万, 这个呢, 必须学得非常清楚, 这里面提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为什么呢, 刚才提到, 陈先生您提到说, 为什么,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我觉得呢, 一方面呢, 这个骗子非常狡猾, 然后呢, 就看准了,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孤寡老人也好, 担心妈妈也好, 不但低收入群体, 就他们呢, 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知识各方面的, 对社会的了解,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深入, 所以呢, 非常容易受骗, 那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但呢, 就是这些大骗子, 譬如说, 像江坤, 他们呢, 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 蛊惑人心, 拉你下水的, 这么一个害群芝麻的作用之外呢, 我觉得跟其中一部分人呢, 就一部分投资人, 贪性也有巨大的关系, 因为什么? 很多人呢, 投了之后, 觉得说, 我拉下钱可以赚钱的, 他可能呢, 后来意识到说, 这个珍宝币根本就骗人的, 对吧? 但是他觉得说, 那么你骗我也骗, 大家都来骗, 看哪个更厉害, 对吧?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我现在是小鱼, 我被大鱼咬了一口, 我现在只能吃虾米, 他呢, 也去寻找其他的受害人, 是一群骗子, 一小群骗子, 加一大群傻子, 后来把这一大群傻子, 里面的一部分也变成了骗子, 所以将混血球越过越大越过越大, 造成了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这里面的受害人数高达几十万, 受骗金额高达数十亿,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你刚才一再地说, 江坤在这里面的一个作用, 记得我上一次采访你的时候呢, 我们还只是说, 江坤是否参与了这个事情, 还是一个问号啊, 这个, 现在的就是说, 从这个最新的发展看, 你认为江坤啊, 跟这个事情有莫大一个关系啊,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判决跟江坤参与不参与, 有没有这个认定, 这是一个问题我想问,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好像江坤跟你关于这个问题上的, 还有官司, 这个你跟江坤这方面的官司, 尽管从程度怎么样? 第一,江坤有没有参与,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江坤有没有参与,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铁证如山,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江坤当时呢, 上蹦下跳, 说, 哎, 刘律师, 你诽谤我清白的名誉, 我要告你, 对吧, 那么当时呢, 这个口气也非常凶狠, 那个, 当时呢, 外面是风大雨大, 对吧, 说你这个, 诽谤我清白的名誉, 那么我要利用法律的权力, 来保护我清白的名誉, 我要告你, 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当时呢, 我的态度很简单, 四驢子, 四马, 拉出来溜一溜, 然后呢, 我在我的办公室, 给江坤一个礼拜的时间, 让他从北京, 来洛杉矶, 我们开记者招待会, 我说, 你呢, 有参与的, 江坤可以说, 我没参与, 没关系, 你有什么证据, 你拿出来, 把话说清楚, 如果你没有参与, 我向你道歉, 我向你磕头谢罪, 因为我告错人了, 我冤枉你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那么要道歉的, 要磕头谢罪的, 不是我, 是你, 因为你是个大骗子, 你把大家都害了, 江坤没有来, 你为什么不来呢, 我给你这个机会说清楚, 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 你应该很高兴说, 刘律师, 谢谢你这个机会, 到时候我会带上, 像山一样多的证据, 来证明我的侵犯, 来证明你血口笨人, 然后你诽谤我,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 我告错人了, 是我对不起你, 我道歉, 我该怎么样, 负的责任, 我一分不少, 我全部负起来, 但是你没有了, 对吧, 江坤没有来, 所以当时呢, 我的态度, 也非常, 明白, 等你来告, 我望穿秋水, 望眼欲穿, 两年过去, 也没有告我, 怎么不来告我呢, 对吧, 后来官司没有, 后来还来了个死亡威胁, 刘律师, 我们到美国去, 找个胖妞的, 胖妞是个神经病, 到美国把你干掉, 也不用服刑事责任, 胖妞也没有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签证没拿到, 还是其他原因没有过了, 至少我现在活蹦乱跳, 跟陈先生在里面做节目, 吐沫乱飞, 轻轻暴跳, 看不出被干掉的迹象, 对吧, 所以呢, 当时呢, 也后来呢, 因为这个死亡威胁, 在记者上的威胁, 我的态度也很明确, 事实如归, 又为什么, 红尘色相都是虚幻, 既然我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 是很大的一个责任, 也是很大的一个光荣, 这么多的受害人, 几千几万几十万, 觉得说我能做这个事情, 觉得说刘律师, 我可以代表这么多人, 把大家的血汗钱可以逃回来, 逃回来一分钱也是胜利, 那么觉得如果因为这个, 我被干掉了, 被泡妞也好, 瘦妞也好, 那么我死得洗手, 我无所谓, 人生本来就是个过程, 所以呢, 我越是无所谓, 越是什么是没有, 当时呢, 我们当地的警局很紧张, 第一时间, 派警长到我办公室来, 各种问话, 要找人保护, 我说不需要,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big deal, 但是呢, 这个事还是要做下去, 我当时的确也想, 如果真的被干掉了, 我死了, 没关系, 这个官司怎么办, 我已经做好plan B, 我有下面的紧急应对计划, 已经安排好其他律师来接手, 但是呢, 这个计划到现在为止还没用上, 幸运, 说到这个江峰啊, 我要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会不会因此而, 涉及到这个刑事和民事案件, 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是, 刑事和民事案子在齐头并进, 那么江峰先生, 会不会在加州有什么财产啊, 会被查封啊, 最好用来这个偿还受害人这些情况呢? 这样, 江峰已经涉及民事案件, 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被我告, 所以呢, 这点呢, 是确定江峰现在被我告, 这是第一, 民事案件, 那刑事案件, 因为正在调查正在进行, 这是一个, 所以呢, 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个事情被捕, 但是一定很快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被捕, 坐牢付出他的代价, 江峰在不在里面, 至少这样来说好了,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财产这一块呢, 江峰先生在美国有没有购物啊, 这个有建公司啊, 这样的话, 可以这个冻结啊, 罚磨这样的, 最好用来赔偿了, 去我了解, 那江峰在洛杉矶有租房产, 超过了100万, 嗯, 就这么两, 对, 是的, 那有没有其他更多的, 那目前呢, 还我还不了解, 那可能有更多, 说不定在, 在这个, 在贝福利山中, 还有个2000万的房子, 也有可能, 但目前呢, 还没有了解到, 也许本来要买的, 一看被告的时候, 还是不要鲁莽, 先不要买, 也有可能, 是这样, 好, 刚才你谈到了这个, 索赔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这里有一些, 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 我想这个, 人们有一个担心啊, 就是, 因为这个参加的人, 特别多啊, 这个目前就是说, 能够用来赔偿的案, 这个钱呢, 就是1.4个亿, 这样一个数字, 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可能美国政府, 还要拿走一部分, 最后呢, 剩下的这一些, 够这个, 我看有几十万个人, 有的说二十万, 刚才可能你说的更多, 那么最后人们, 就有一种, 担忧, 就是我道理, 参与进来, 我能拿多少钱, 那么这种心态, 你怎么样给大家解释呢? 嗯,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事情呢, 你呢, 不来做这个动作, 嗯, 你不参与, 那么呢, 你肯定是一份钱拿不到的, 嗯, 你参与了, 你可能拿个一万, 可能拿个一千, 也有可能拿个一百, 但是一百, 也可以周末到法拉圣, 跟全家人吃个话, 对吧, 对吧, 还有枣头, 对不对, 是这样的, 然后再到香港超市, 再买点水果回家, 对不对, 嗯, 这个呢, 不但是钱的问题, 跟住外, 这个是你的血汗钱, 这一百块里面的每一块钱, 你可能都要洗个二十个晚餐, 赚这个一块钱, 对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必须要来做这个动作, 就换句话说, 这个节目, 你必须要看, 现在我跟陈先生做了这个节目, 你们一定要看, 因为为什么, 这跟我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你了解了, 把钱拿回来了, 这个对你是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好事。 后面还有一个案子, 你说是这个民事案件啊, 这个会有一个, 也许会有一个比这数字还要大的一个赔偿啊, 那么我想问就是说, 这些人是否还有足够的财产去赔偿, 这也是人民关系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前一段查询呢, 就是他这个公司的财产, 那么以后如果涉及到民事案件, 还是他们个人的财产, 是不是有这种差异呢? 对, 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我们的官司呢, 跟联邦政府的官司比, 因为我们这个告了更多的人, 比如说联邦政府的官司里面, 没有江坤, 但是我们的官司里面有江坤, 杨子华, 鄂子超, 还有欧巴马的表弟, 当然所谓的表弟,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可以问一下欧巴马, 等一下我发个微信问他一下, 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呢, 这里面就被告人数, 比联邦政府的官司相比, 要多很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罪名也要多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拿到的钱呢, 是不是一定比联邦政府要更多? 不一定, 但是呢, 一定数额也是非常巨大, 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到最后, 比如说刘律师, 你告个三个亿, 五个亿, 你是不是能拿到三个亿, 五个亿吗? 不一定, 可能拿到一个亿, 可能拿到一千万, 但是拿到一千万, 拿到一百万, 也是胜利, 对吧, 我拿到一百万, 那么你可以, 每个人分个十块, 你还可以吃个牛肉面, 也是胜利, 所以呢, 但是呢, 以我对这个官司的了解, 我觉得, 这个数我一定不会想, 这个, 我看你这个,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怎么索赔的一些, 一些这个说明, 就是说, 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 就是说, 哪一些, 哪一些人, 这个, 如何最大利益的, 获得自己的利益, 我啊, 我在美国生活久了之后, 我也会经常, 拿到这样一种, 就是集体诉讼的, 这样一些表格, 啊, 说你在, 什么什么地方交易, 啊, 多少时间, 二零零二, 一二年到二零一七年, 你在什么店买个东西, 现在有一个集体诉讼, 你如果填这个表, 啊, 那给你, 退回一些钱, 是不是啊, 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些东西, 你这个表呢, 你给大家有个问题呢, 列了一二十个问题, 就哪些东西, 就是说, 能不能简单的跟他说, 哪些人有资格索赔, 哪些人没有资格索赔, 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样呢, 让你的索赔具有合法性, 而不是干了半天白干, 这两个问题可能那就比较关心了, 嗯, 我就是这样, 任何投资人, 任何投资人, 都有资格索赔, 不管呢, 这里面这个想到, 其实你真的投了这个钱了, 就不管你呢, 是中国人, 还是黑人, 还是白人, 还是老末, 都有资格索赔, 不管你能在法拉圣, 在曼哈顿, 在洛杉矶, 在北京, 在上海, 在新加坡, 在日本都有资格索赔, 这个呢, 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 人家说, 刘律师, 那这个, 我呢, 有投资五千块美金, 我呢, 是不是有资格索赔, 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你没有任何证据的话呢, 你有资格索赔,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证明,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但是问题是什么情况呢, 你能不能证明, 你不知道, 能不能证明, 不是由你说了算, 是由联邦政府说了算, 但是你能做的, 如果你真的有投这个钱, 那么你也写出来, 我这个五千块, 是现金, 加给谁了, 加给张三, 加个李氏, 加个王五, 什么地方交的, 旁边这人是谁, 有没有给我收据给我, 后来有没有发个电子键, 给我确认说这个钱交了, 那么所有相关的, 你要整理好, 这个特别重要, 尤其是这个拿现金投资的, 尤其是张三拿钱, 用李氏名字的, 老公拿钱用老婆名字, 这种情况, 你一定要写得特别清楚, 所以呢, 可以要递加上去, 但这里面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就比如说, 你一开始写了个五千, 那么就是五千, 不要到时候说, 我投了五千, 回家睡了一觉, 表格送上去了, 所以刘律师, 我想起来我投的不是五千, 是六千, 我第二天又投了一千, 你能不能赶, 不能赶, 所以这个数字是不能赶的,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但是什么可以赶, 地址可以赶, 你说, 我之前刘律师, 我之前住这个曼哈顿, 然后呢, 后来呢, 因为投资亏本, 珍宝币, 骗了二十万, 我后来搬去法拉圣, 那么我现在地址赶了, 这个可不可以赶, 这个是可以赶, 这个没问题, 这个索赔这个结果, 就是有些人肯定是投的很多, 有些人五千万, 有些人五百, 有些人是五万, 是不是, 那么这个赔偿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一个公平的比例算, 还是一个就是大家是, 这个计算, 这个怎么计算呢, 赔偿你的这个比例呢, 这个你能跟他说什么, 我觉得这样, 目前来说, 还没有个特别精准的公式,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面这个情况特别复杂, 人特别多, 金额也不一样, 还有钱拿回来, 钱没拿回来, 这样来说好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说他大体的方向呢, 一般来说, 会跟这个比例是有关的, 并不是说, 我先投了五万, 那么我五万, 就可以拿回来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 你投了五千, 你拿回来的, 你可以拿回来百分之五十, 不是这样, 他大体的方向, 应该是根据比例, 多少人申请, 有多少钱, 那么呢, 比例作为一个大的机械, 那么下面细节有没有, 其他的变动,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嗯, 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呢, 就是说, 不管多少, 你申请, 就有可能拿到, 你不申请, 肯定一份拿不到, 这就是重要的关键。 我这个, 我看你写的那个说明书里的话,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提交一次之后, 万一有错误, 我就没法修改了, 因此呢, 是不是建议这个索赔的这个人, 尤其是这个索赔的比较大的人呢, 通过律师来帮他完成这个工作,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对,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这样的话呢, 因为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 你怎么证明你投了这个钱? 对啊, 这个特别重要, 其实你可能认为你已经证明了,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 觉得你根本这个没有证明任何的事情, 我常常也有客人, 这个事情也真有, 来过来说, 律师, 我投了5万, 你怎么证明? 我没有证明, 我就把5万现金给他了, 旁边也没证明? 没有, 这个人有没有他给你写个手条? 也没有, 我是朋友, 我之前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也不熟, 那么我可不可以也加入? 你可以加入, 但是你拿不到钱, 因为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确做这个事情, 我就会跟这个人讲说,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位置互换, 你是我, 我是你, 我告诉你, 我给他账什么呢? 一百万现金,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名字也没有, 收条也没有, 你会相信我吗? 对吧? 所以换句话说, 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不是可信, 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的律师的眼光, 来给你做一个相对精准的评估,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个事情不容易让人相信, 不代表就没有发生,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金额比较大,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金额超过五千块以上, 最好找律师来咨询一下, 怎么样来填这个表格, 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提高你拿到这个钱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 你拿不到, 以后你要等我那个官司, 你知道现在能拿一点是一点吗? 我记得原来请你讲这个投资移民诈骗的时候, 你也给大家总结过一些教训,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看, 你能不能给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些人想发财的, 想翻身的这些人, 提供一点经验教训, 就是说从这个案子, 你以为你这个案子作为代理律师卷入的很深, 一直跟踪这个进展, 能不能给大家提出几点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外面现在特别微信群里面, 各种自负捷径, 各种理财产品,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谨慎, 我觉得我不是说所有的理财产品都是骗人的, 我是说百分之九十的理财产品都是骗人的, 所以大家想清楚百分之九十, 十个以我的经验九个都是骗人的, 尤其是什么? 你一定要警惕各种理财产品, 他真正的产品不是他的所谓理财产品, 那真正的产品就是你, 就是你一傻瓜买他理财产品, 说你入门先付三千, 先付五千, 再发展下限, 对吧, 你看我, 我之前做老师赚不到钱, 现在做了两年, 你看我又买了新房子, 又买了新车, 刚从法国回来, 所以这里面想清楚, 所谓的理财产品一定要谨慎, 百分之九十都是骗人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尤其是他的入门现在交比钱, 三千五千, 一千两千, 不管多少钱, 所以你先交入门费, 交了汇费, 然后你也可以去发展下限, 也可以像我一样, 去卖我们这个伟大的革命性的, 最最前瞻的理财产品, 对吧, 这是第二个, 要交入门费, 因为这入门费是不退的,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呢, 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他常常会强调, 不需要经验, 不需要学历, 不需要英文, 什么都不要, 对吧, 哪怕你小学没有毕业, 刚刚偷渡来美国, 你也可以发展像我一样, 那么这个你要警惕, 那如果这样的话, 没有人去念书了, 对吧, 没有人去念大学了, 对不对, 不是吗,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三点特别重要, 就没有任何要求, 因为为什么, 有要求你就达不到, 就骗不到你的钱了, 就是越是没有要求, 再吸引总体来说教育程度, 或者收入比较低的群体, 他觉得什么都不要, 对吧, 我也可以发财, 所以他就看中你, 想一夜暴富的心理, 因为为什么, 可以理解, 因为你做工作的办事, 每天流血流汗, 勉强温饱, 你觉得说是发财的机会到了, 我也加入,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第三点,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要求, 所以第四个呢, 还是一点好像提到, 勤劳自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打个比方, 如果有人跟我说六十, 你投资一块, 过上个月有六十四块, 别人跟我说, 第一,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 第二, 我相信也不会去做,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什么也没干的, 他告诉我, 上个月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多赚了六十三块, 我觉得说我拿这六十三块, 我拿在手里, 我会惭愧, 我晚上会睡不着觉, 因为我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你要给我六十三块呢, 对吧, 不行, 我不能要这六十三块, 我虽然贪, 但是没有那么贪, 一块, 三个月你跟我说, 劉律师我给你一块半, 算五毛, 我可以接受, 三个月变成六十四块, 这个钱我是受之有愧的, 我是不能拿的, 所以第四点最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不能贪心, 因为你贪也贪不到, 是真的, 老鼠为什么会被夹住, 因为看到铁夹子那位奶酪, 流着奶油一滴滴往下滴, 对吧, 想到说我这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一定要吃一下, 对不对, 所以就被夹住了, 奶酪有多诱冷, 铁夹子夹的就有多厉害, 更最外的点是什么, 如果老鼠想, 说这个奶酪不是我的奶酪, 再好吃我也不去吃, 对吧, 我就吃我的这种垃圾堆里的这种残汤冷汁, 虽然不太好吃, 但是人家不要, 我不吃人家的奶酪, 如果你这样的想法, 你永远就不会被夹住, 所以第四点最最重要的, 不要贪心。 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反弹之后, 你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一群精明的骗子, 骗了一大群傻子啊, 这个就是诈骗传销的这么一个演绎的过程, 那么最后呢, 这些一大群傻子里头呢, 有一些人又变成了一群骗子, 就是说这种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的这种情况, 从你经历的情况这种多吗? 在这种传销诈骗里头。 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因为他知道自己受害, 最后他要捞回来, 一开始就害人。 对, 是, 他为什么呢? 他想, 我本来觉得说这个投资回报率这么高, 那么我呢, 就跟张三借钱, 李四借钱, 什么三大姑八大姨, 小舅子到处狂借, 中国台台湾, 那个各种借, 对吧? 这种国际汇款, 觉得说我可以赚一大笔, 但是当时我也不能跟人家说投资, 我只能各种话言巧语, 说生病了, 买房子了, 去借这个钱来投资, 结果我这个钱进去, 我人家要还的, 我怎么还呢? 很多人呢, 我觉得他不一定说我呢, 喜欢做骗子, 他不骗, 这个铺路堵不起, 就变成他觉得说, 我必须要再去骗, 把这个钱再骗回来, 至少把钱还上, 把之前的钱还上, 这种情况特别普遍。 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他把人性的这个弱点, 把人性的缺点最大程度的利用。 这就是传销诈骗的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把这些很多人都裹进去, 很多人呢裹进去之后呢, 他的社交关系有限, 他骗的又是周围的亲戚朋友, 对啊, 这个从亲戚朋友那去发展他的下限, 最后呢朋友, 亲戚朋友很多人又变成了这个受害人, 受害人发现自己钱捞不回来, 他也去骗,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 害人不浅, 非常害, 心情之虎可以燎原, 他这个燎原的结果, 不但钱没了,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 全部都骗没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真正是家破流氓, 你不但钱没了, 你亲戚没了, 你友情没了, 你这个家庭也没了, 所以这个骗子罪大恶解, 如果我是江坤, 我就会立刻跳楼至上, 以泄天下。 关键是他觉得他是被利用, 我看下报道, 他一直好像不承认自己参与这个事情, 是被利用, 他也去交涉过, 你看他2014年7月他公开声明喊冤, 所以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啊, 现在一直没听到江坤先生再出来说话, 这是很关键的。 当时我就喊话江坤, 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被骗, 你应该告成立啊, 怎么不去告他呢? 对吧? 你说你把我照片放上去, 我也没同意啊, 你怎么不去告他呢? 对不对? 事实胜于雄辩, 你去告成立, 成立很简单了, 当时你在洛杉矶, 来演出包场的时候, 谁出的钱呢? 谁去包场的呢? 对吧? 没有我骗的一些钱, 我会去包场吗? 对不对? 有利益关联。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做人一定可以不聪明, 可以念书不多, 可能可以长得不好看, 可能没有钱, 但是一定要有自尊性, 一定要有操守, 尤其像江坤这样的人, 我觉得, 这次他政协委员没有做上, 是完全, 完全合乎大家意料的。 他这样的人做政协委员, 真的是黑白不分, 没有天理。 好啊, 谢谢刘律师, 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 这个假的比特币200版, 这个诈骗案的一个新的进展。 那么这个进展呢, 就是说这个被害人, 这个可以索赔, 现在他们投进去的财产呢, 大概有1.4个亿, 可以用来进行赔偿。 这是他们案件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进展。 那么刘律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就是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在华人社区, 变成一个最大的这个诈骗案。 他分析了他的几个原因, 那么这几个原因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 他们拉一些名人来, 给自己站台。 那么这里头呢, 他提到的这个名人, 最有名就是江坤。 这个江坤先生在里面, 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最后导致很多这个低收入者, 参观打工的这些人, 去卷入这样一个案件。 再就是这个, 最后呢, 他给大家提供了几点, 就是类似这种诈骗案的一些, 防堵的经验的教训, 教大家怎么样去做。 这个, 再就是技术上, 他给大家指点了, 怎么样的去进行这种索赔, 主要是今天谈这几个问题。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跟刘龙珠, 刘龙珠律师联系, 可能去咨询这个问题。 尤其是涉及到比较大额的这种索赔的话呢, 刘律师建议, 最好呢, 聘请一个律师, 帮助他进行索赔。 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 刘律师还有补充吗? 补充一点, 大家一定要看明镜火拍, 要看陈先生, 因为为什么? 你看了, 你不但可以让他长见识, 更重要的, 可以把钱拿回来。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律师跟我们明镜火拍做广告。 好了, 感谢刘律师, 感谢我们的网友收费收听, 感谢我们导播的制作,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 谢谢。 dette, 今陈先生, 一期见到,